什麼叫力學院手呢 就是說一個物體的話 他在做力場裡面 他只受到力場的作用 或者是其他給他作用的力做的功等於0 如果其他外力 不只只有力場的力的話 如果他的其他外力的話 給他做的功等於0 然後的話呢 這個物體的話他只受力 就是說只有力場的力有給他做功的話 那麼呢 這物體在這力場裡面呢 他力學人會手 所謂力學人的話 是什麼定義 力學人是定義成多少 定義成動能加位的 這是定義成力學人 這時候的話力學人會手 也就是說 作用前作用後的話呢 他這個總力學人呢 會是常數的 讓大家來證明 我們先來看喔 外力的話對物體所做的功 是等於這個物體他的動能變化 但是我們已經跟他剛剛已經講了 剛剛講說呢 只有什麼呢 只有那個力場對他有做功嗎 對吧 所以這個外力給他做的功的話 就是力場給他做的功 所以等於呢 F DOTDR 然後從1到2 但是我們知道的話呢 衛能的話 是什麼定義 底幹力場就問題就有功 所以你負的多少呢 負 F DOTDR 1到2 所以這個只能負的衛能差 德彈的衛 沒有問題 所以我都知道 我把DOTU移過去嘛 所以DOTU加DOTE 等於0 代表什麼 代表總力學人的話不會變化 U加EK 總力學人的變化量等於0 代表什麼呢 代表DOTE等於0 代表DOTE 它是常數 有問題 有問題吧 你一些人的話呢 不會變 好 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來看看呢 地表附近的重力位能 首先 一個指點 我如果以地表的重力位能 我令它等於0的話 那麼呢 它在地表上面 高度Y的地方 它的重力位能 UZ 就等於MGH 這知道了吧 這個的話呢 我們只要不用證明它 要證明的話也可以 這個的話 UZ 就是不定積分 本來是不定積分 抵抗重力場 對物體做得多 對吧 是不是 好 但是我們知道的話 這個東西的話 等於多少呢 FG的話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等於 MG 那往下嗎 不MG 那往下的話 是J 那等於DR 那不知道DR 等於多少呢 DR是等於 DXI 加DYJ 那J等於I等於0 J等於J等於1 所以這個等於 MG DY 然後 楊不定幾乎就是MG Y 再加個常數 那我認呢 Y等於0的地方 未能等於0 所以 因為這個UZ 0等於0 等於0 等於0 就帶進去嘛 所以就等於C 所以C等於0 所以U UZ等於多少 UZ等於MG YM 有問題 有問題吧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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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